Apple ID已停用怎么办 1.当在iTunes登录账号时 如果提示账户已停用或禁用 就点击重设 选择回答密保问题 或者是邮箱验证的其中之一 验证完成后 点输入账号和密码就能重新登录 2.当Apple ID账号出现多次登录的失败 或许很久没登录时 iTunes Store会通过停用该账户来保护其安全 此时即使密码输入正确 也将无法直接进入 需要重置一次账户密码 然后就可以访问您的账户